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五星期掛反了 網友紛紛表示 幹得漂亮 阿波羅網報導 綜合報導 七國聯軍維歐習近平 余茂春一針見血 損失嚴重 中國公司購買的2000噸俄羅斯銅失蹤 破天荒 夜間出太陽 北京騎警央視被雷劈 高溫暴雨4預警起發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6月14號星期五 我們向大家報告 從6月15號開始 阿波羅網副頻道會恢復視頻日更 因為我們之前被停了盈利 只能從6月16號才可以申請副頻道的盈利 一個月內能拿到結果 感謝觀眾朋友的支持和耐心等待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五星期掛反了 網友紛紛表示幹得漂亮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在中國的小紅書網站上 有人分享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 香港駐悉尼經貿辦所懸掛中共五星旗 出現倒掛現象 分享者說 QVB這邊把國旗掛反了 QVB指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大廈 位於澳大利亞悉尼市中心 是該市重要地標 有人留言證實說 剛看到確實是 照片隨即在X上出現 獲得眾多網友的點贊分享 人們紛紛表示 厲害 幹得漂亮 這種血旗應該燒掉 還有人針對分享者說的國旗就正說 那是黃俄匪旗 不是中國國旗 中國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一位網友分享說 有一年回老家剛好趕上過廟會 我們鎮上的國旗就是倒掛的 而且鎮上廁所的門帘子也是一面國旗 2019年4月12日上午 黃之鋒在臉書上晒出了香港中聯辦門前 霸返五星旗的照片 嘲諷說 不知道上朝一張照片會不會被警方說成是違反國旗法 網絡社交媒體上隨後不但有人曬出了中聯辦倒掛五星旗的照片 並引發熱議 人們紛紛調侃說 中聯辦造反了 中聯辦向黨宣戰 有一位網友發了一條急性小段子 齊文稱 人大釋法 中聯辦倒掛國旗不違法 港人拍攝倒掛國旗的照片者則犯顛覆國家政權罪 2018年7月31日中午 有民眾發現江蘇省南通市新東國際機場外悬掛的五星旗 不僅倒掛 而且呈現降半旗狀態 同樣引發關注 同年7月28日在山東青島政府辦公大樓 也出現國旗倒掛並下落事件 2017年澳門碼頭也曾發生倒掛五星旗的場面 過了五小時後才發現 七國聯軍 維歐習近平 宜茂春一針見血 七國集團峰會本週星期四到星期六在意大利普利亞舉行 在峰會期間 預計來自七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領導人 將聚焦俄烏戰爭 中國產能過剩 中東局勢 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戰 並宣布新的對俄制裁 同時致力於形成共同陣線 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彭博新聞社報導 其記者看到的七國集團領導人聲明草案中指出 中國正在對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進行的支持 具有重要和廣泛的安全影響 領導人們還將敦促北京推動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 並促成公正的和平 據路透社報導 峰會領導人預計將警告規模較小的中國銀行 不要協助俄羅斯繞過西方制裁 他們可能會以書面方式對這些銀行發出警告 而不是在峰會期間立即採取任何制裁行動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 前駐波蘭大使丹尼爾弗里德 在給《大西洋理事會》的文章中指出 對中國大型金融機構或協助支持俄羅斯的機構進行制裁 可能導致中國的報復 但不採取行動的風險更大 他說 風險是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支持的失敗和一個信息 西方沒有嚴肅對待它自己的政策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主任尹茂春並不看好七國集團警告的效果 道德說服和表達嚴厲警告或嚴重關切 或承諾對中國次要的實體實施次要的制裁 永遠不會改變中國的行為 尹茂春告訴美國之音 我們需要的是西方有關其一再警告和擔憂的可信度 而可信度只能通過行動 而不是言語來建立和維持 這將給不當行為的作惡者帶來真正的生育和物質成本 中國的工業產能過剩等不公平貿易行為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 美歐希望組成共同陣線 應對中國挑戰 此外 七國集團領導人將宣布成立一個聯絡小組 協調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路透社報導說 知情人士透露 華盛頓計劃擴大對向俄羅斯出售半導體和其他產品的製裁 目標是針對在中國的第三方賣家 損失嚴重 中國公司購買了2000噸俄羅斯銅失蹤 由於金屬價格高漲 通常隱秘的原材料買賣市場的欺詐行為 似乎也日益猖獗 物產中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浙江省政府旗下的重點企業 2023年 該公司的銷售額為5800億元人民幣 物產中大近日發現自己因一筆交易蒙受巨大損失 該公司從一家俄羅斯冶煉廠購買了2000噸精煉銅 價值近2000萬美元 這些銅本應在5月份交付 但據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 這筆銅一直未抵達港口 知情人士拒絕透露姓名 因為這是一個敏感問題 據處理這批貨物的航運公司的記錄顯示 這批金屬被列為便宜得多的花岡岩 很可能最終會運往土耳其 知情人士說 物產重大的工作人員已經前往俄羅斯調查 儘管他們甚至無法確定演練場的位置 此次事件雖然不太可能產生全球影響 但卻對國際基礎交易及其生育造成新的打擊 該行業屢屢爆騙局醜聞 包括偽造倉庫收據 去年貿易巨頭托克集團因一起金屬失蹤案損失超過5億美元 除了欺詐盛行外 在俄乌戰持續的情況下 中俄貿易可能更加困難 華盛頓宣布旨在切斷俄羅斯資金和商品流通的新一輪制裁 破天荒 夜間出太陽 北京奇景 央視被雷劈 高溫暴雨4預警起發 中共國中央電視臺今早發布了4個預警 涵蓋高溫 暴雨 大霧和強對流天氣 這次氣象異常引發廣泛關注 社交媒體上 S帳號羅翔分享了一段影片 展示了北京夜晚的異常天氣現象 北京明明到了夜晚 仍能看到太陽 且太陽無比閃耀 另一個帳號 飛飛4.0發布的影片顯示 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塔的避雷針被雷電擊中 畫面驚人 這些異常氣象現象和天氣預警 凸顯了中國近期氣候的極端和多變 提醒公眾做好相應的防範措施 高溫黃色預警 預計14日白天 新疆 陝西 山西 河北 山東 河南 安徽 江蘇 湖北 湖南 四川 海南等地 將出現35至36度的高溫天氣 部分地區氣溫將達到37至39度 甚至超過40度 暴雨黃色預警 14日8點到15日8點 江西 浙江 福建 湖南 雲南 廣西 廣東 以及吉林 遼寧 山東等地 將有大稻暴雨 部分地區將出現短時強降水和強對流天氣 大霧黃色預警 黃海東北部 中部和南部海域 山東半島南部 沿岸海域 長江口及杭州灣附近海域 將有能見度不足1公里的大霧 強對流天氣 藍色預警 黑龍江 吉林 遼寧 山西 河北 山東 河南 安徽 江蘇 福建 廣西 廣東等地 將有雷暴大風或冰雹天氣 最大風力可達11級以上 此外 這些地區將有短時強降水 小時雨量可能超過50毫米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烈著我們費勇前進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谢我們可以在乾淨世界商會國際水他 及满黑市以前之間的新聞請 支撫 lâng描這些意外 最 musique地それ Palestinian 感谢观看